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三局大比分领先情况下 吴孟杰先后替换王云露和李盈莹上场 交出二扣二中成功率100%的扣球打卷 第一个球 面对调整传球和对手的双人篮网 吴孟杰高难度开往强攻打手出界 帮助球队赢得第二局比赛胜利 第二次上场是轮到后排发球 在发完球并接完防守后 老将丁霞信任吴孟杰 组织起后排强攻战术 吴孟杰也不负众望 面对对手复攻的高篮网 后排起跳将球扣在界内 最终帮助球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虽说是短暂替补上场 但吴孟杰能够在今年首次入选集训名单 并缺席试联赛和宁波北伦集训 短暂归队后入选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大名单 可见教练组对吴孟杰实力的肯定 同时 大运会和亚锦赛的锻炼也让吴孟杰的技术得到提升 作为国少和国卿根正苗红的球员 吴孟杰其实是副攻改打主攻的 这样注定其扣球习惯和下三路技术较为粗糙 当年陕西全运会预赛 吴孟杰重伤 险些职业生涯报废 后经康复和比赛的锻炼 今年可谓是吴孟杰为自己证明的一年 虽说缺席式联赛 但大运会作为主力队员 吴孟杰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霸气和实力 获得自己进入成年队后的第一块金牌 由于超龄缺席U21世青赛 不能和好姐妹庄宇山一起分享夺冠的喜悦 但在亚锦赛上 面对全主力的东道主泰国和实力不俗的日本二队 尽管最终西败获得亚军 但吴孟杰还是凭借精彩表现获得最佳主攻 也直接获得国家队的锻炼机会 由于众会顶替杜青青成为球队的发球替补 在朱婷没有归队的情况下 吴孟杰自然成为主攻线的替补 上场需要承担进攻任务 虽说两次进攻得分圆满完成首秀 但作为出色的主攻手 尤其是副攻改打主攻 在异传和防守等各项下三路保障技术而言 吴孟杰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来提升 对于国家队而言 蔡冰教练确定带到巴黎奥运会结束 吴孟杰的成长是替补席位上目前最强的主攻人选 吴孟杰比李盈盈小两岁 如今李盈盈已成长为世界级球星 也是国家队的攻防核心 吴孟杰目前还不具备成年队首发条件 但如果把下三路技术提升上去 假以时日有望成为李盈盈对角一起上场比赛 当下 2023年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 已经结束了前两轮的较量 国际排联也公布了两轮过后的技术统计 主攻王云露 副攻王元苑和二传凋零宇是进入榜单前十的队员 李盈盈 袁兴月和龚翔宇虽然未能挤入前十 但好在也进入了前二十之列 王云露以六个发球直接得分排在最佳发球榜的第二位 第一位是来自荷兰洛伊斯 他有八个直接得分 值得一提的是 王云露是前十名球员里唯一一位没有发球失误的选手 可以说他的发球性价比最高 通过和乌克兰 墨西哥的比赛 我们明显感受到了王云露的发球威力 好几次比分反超或拉开 都是在王云露的发球轮出现 因为王云露强势发球 让对面一传屡屡屡不到位 从而拉开分差 在和墨西哥的第三局比赛中 还连续发了十个球 稳定性之强实属罕见 王云云则是以七个篮网直接得分 排在最佳篮网的第七位 排名第一的是波兰球员斯蒂夏克 以及意大利复工达内西 两人的数据均为十次篮网得分 王云云在首场比赛中拿到五个篮网 第二场因为提前下场 所以只有两个篮网得分 篮网一直都是王云云的强项 希望后面的比赛中能够再接再厉 袁星月的篮网数据也不赖 她以五个篮网得分排在第十六位 中国女排两名复工的主要职责 还是有所不同 袁星月主要负责两点攻的渡轮 利用高点被飞来得分 王云云是接过了严妮的班 成为了队伍的篮网核心 复工在前排的给力 也减缓了后排防守队员的压力 李盈盈和龚翔宇 都进入了异传榜的前二十位 分别排在第十七位和第十八位 从数据上来看 两人的数据相差无几 异传到位率一个是39% 一个是36% 是联赛上排名第一的王云露 因为各支队伍都不发他 所以未能进入前二十之列 一传数据排名第一的 美国主攻罗宾逊 此外 李盈盈还以23分扣球压线 入围扣球榜第二十位 排在最佳扣球榜第一的 是加拿大队的格雷 她的数据为49分 证明加拿大名将 还以53分拿到了最佳得分 不过因为加拿大女排打满了五局 所以扣球得分数比其他队伍多实属正常 中国女排前两场的对手较弱 刁林宇又灵活调度 所以全员排名偏低 其他方面 刁林宇排在二传榜第九位 最佳传球被德国的卡斯特内尔拿到 最佳防守归属于多米尼加卡斯蒂略 她49次有效防守 远远领先于第二名 无愧第一自由人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 在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中 三个赛区的比赛如火如荼地展开 许多球迷都纷纷献上了她们的出现预测 曾是巴西女排接应 和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的谢拉 也通过媒体分享了 她对各组出现球队的预测 根据谢拉的观点 A组预计出现的球队 是中国和塞尔维亚 B组则有巴西和土耳其 而C组的出现球队 包括波兰和美国 与此同时 其他两支备受瞩目的球队 日本和意大利 则被预测将在资格赛中遭遇淘汰 这一预测与外界对各支队伍实力的普遍评估相符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A组的情况 中国女排和塞尔维亚女排 目前都已经取得了二胜六分的成绩 并且还未失去一局比赛 作为世界排名前茅的传统竟旅 她们共同出现的难度并不大 尽管A组的竞争局势颇为激烈 包括荷兰 多米尼加 加拿大和捷克在内的四支队伍 都在一场胜负混战中竞争着 多米尼加和加拿大 是那种实力有识爆发出色 但表现不佳时 也相当糟糕的球队 只要中国和塞尔维亚保持专注 她们应该能够获胜 荷兰女排在实力上 略胜多米尼加和加拿大 但在与中国和塞尔维亚交手时 往往处于下风 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 中国和塞尔维亚 应该不会轻易失误 接下来是B组的竞争 在B组中 巴西、土耳其和日本女排 是主要的竞争对手 而比利时 波多黎各、阿根廷、秘鲁和保加利亚等队伍 则难以对前三强构成威胁 尽管日本女排是东道主 但与巴西和土耳其相比 实力仍然存在差距 特别是在进攻方面 土耳其是世界联赛总决赛的冠军 而瓦尔加斯的加盟使得他们的强攻实力大幅增强 因此预计他们将以小组第一出现 巴西和日本两队的比赛风格较为相似 都以快速反击为主 但巴西在综合实力方面要强于日本 而现在的日本打法可以看作是巴西的缩小版 由于在争夺王口优势时存在劣势 日本队在面对强队时很难取得优势 最后是C组的竞争 主要集中在波兰、美国和意大利之间 尽管德国也取得了二胜 但在失去了奥尔特曼后 他们难以与波兰、美国等队伍竞争 因此很可能会提前出局 至于韩国、泰国、哥伦比亚和斯洛文尼亚等队伍 目前尚未取得一场胜利 几乎没有晋级希望 意大利女排淘汰的原因相对简单 球队内部发生了分歧 埃格努、奥罗等球员都离队 而新加入的安特罗波瓦等球员 也没有足够的实力 在欧锦赛上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新的主攻安特罗波瓦 在面对强队时经常表现不佳 过去 埃格努曾经担任救世主的角色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 因此意大利队 很难从实力强劲的对手中获得便宜 波兰和美国的阵容完整 打法逐渐成熟 预计击败状态不佳的意大利 不会成为问题 以上预测 奥兹赛出现名额的 最终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和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们意义重大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